师兄下午吉祥 很高兴呢 今天跟大家一起学习 上一次呢 我们一起分享了 就是关于变据的一些范例 还有一组 今天呢我们就是把剩下的这一组 一起看一下 这里是 是什么问题 就是这个变据是 问题出现在哪里 就是第三组一共12句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因为它这个整套的 都是说前面说 对调符号修改下面的变据 说明这整个的句子呢 主要问题都是出现在 在变据颠倒了 位置放错了 就是一些词 位置放的不恰当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句 第一句呢 我们先不要看答案 我们在没有看答案之前呢 我们是怎么来做的 第一句那里有名贵的各种花草 那里有名贵的各种花草 如果大家看到这句话 你会怎么改 就是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它是变据了 那如果我们看到这句话 我叫你叫你做的话 你你认为要怎么修改 和比较适当 那里有名贵的各种花草 看看有没有人 有没有人想到这句话 好 这个画面比较大一点 我们在读的时候呢 是觉得有点不太顺 那里有名贵的 一般的通常名贵是来修饰什么 是修饰花草对不对 那但是它这里呢 就是直接修饰名贵的各种花草 这样读起来有点怪怪的 如果我们把名贵跟各种换一下位置 那看一下效果是怎么样 那里有各种名贵的花草 是不是读起来会更顺 更顺一点 在语感上 所以我们两种都读 自己读一遍看看 就是说 名贵放前面跟放后面 那个读出来的效果是什么样子 读一下就有一个比对 就知道应该放在哪里更适合 对 就是那里有各种名贵的花草 所以这边呢 就是我们读的时候就知道 放在哪里更适合 我看一下大家 我这里怎么没有看到大家的聊天的内容呢 是我操作不当 看一下 好 第二句呢 那就是红星化工厂 大量生产出了优质产品 这个呢 也是 词 是哪一个词呢 我们在没有看答案之前 看能不能找出来 就是说哪一个词 红星化工厂 红星化工厂 大量生产出了优质产品 红星化工厂 大量生产出了优质产品 如果反复读的话 我会觉得哪个哪个点 哪个地方需要修改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读出来那个预感 大量通常是修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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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的产品 对不对 大量的通常是说产品 如果我们把大量的换一个位置 说红星化工厂生产出来 大量优质产品 这样读出来呢 会更顺一点 红星化工厂生产出来 大量优质产品 所以这边呢 大量的位置应该放在哪里 放在优质产品的前面 整个句子读起来会更顺一点 好第三句读一下 就是50个三一班的同学 都到电脑室去上课了 50个三一班的同学 都到电脑室去上课了 那这样读起来就是50个 变成三一班的 50个三一班 从这个字面上来理解 应该是怎么样呢 三一班的50个同学 应该是换过来说 三一班的50个同学 都到电脑室去上课了 因为这个50个一定是三一班的 全体同学的数量 那如果把50个放在前面 就变成 这三一班有50个 这样会有一种 就是会有一种 另外一种含义出来 就是 所以50个应该放在 三一班的后面 三一班的50个同学 这样更精准一点 第四句我们再读一下 就是 自1993年北京大学生 电影节诞生以来 已经累计有超过100万人次 参与了影片的观摩 刚开始读这一句的时候 觉得好像没什么问题 再仔细一读 我们看后面的后半句 已经累计有 已经累计有超过100万人次 参与了影片的观摩 这个已经呢 是放在累计的前面 如果我们把已经跟累计 换个位置说 累计 累计 已经有超过100万人次 参与了影片的观摩 把 已经放在累计的后面 这个已经呢 是 已经有超过100万人次了 是重点超过 已经超过100万人 所以这个已经跟累计 对调一下 这个句子会读得更顺畅一下 更顺畅 累计 已经有超过100万人次 参与了影片的观摩 这个有时候 在写的时候 很可能会不小心就写错了 就是 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 所以这个地方要 以后我们在用的时候 要很小心一下 已经跟累计的位置 就是已经要放在后面 已经超过100万 第五句 第五句 郭英兰 这个名字 对年轻人可能是陌生的 可是对中年人 却是 却是熟悉的 这个郭英兰 这个名字 应该是怎么样的 应该是 年轻人 对郭英兰 这个名字 可能是陌生的 这个主词应该是什么 年轻人 年轻人 对郭英兰 这个名字 可能是陌生的 可是对中年人 却是熟悉的 所以这边呢 年轻人 应该放在最前面 作为主词 这句话的主词 年轻人放在最前面 第六句呢 我们看一下 任何一种文明的发展 都是与其他文明 碰撞 融合 交流的过程 完全封闭的环境 不可能带来文明的进步 只会导致文明的衰落 这边呢 它是有一个过程 发展的顺序 就是碰撞 融合 交流 那碰撞是在前面 接下来是交流 还是融合呢 碰撞之后 接下来就应该是交流 对不对 交流最后才是融合 所以它这边的一个顺序 顺序颠倒 应该是文明的碰撞 交流 再是融合 这么一个过程 它先后顺序有误 所以把交流跟融合 对调过来 这个过程是才符合 这个逻辑 这是第六句 就是我们在描述 一个事物的发展的过程的时候 要符合它的逻辑 这边就是刚好颠倒过来 第七句 里面陈列着各式各样 列您过去 所使用的东西 各式各样 列您所使用的东西 这样读起来 也是 有点怪怪 里面陈列着 列您 过去 所使用的 各式各样东西 就是把我们把各式各样 是来形容东西的 所以这个各式各样 应该放在东西的前面 修改之后呢 就是说 里面陈列着 列您过去 所使用的 各式各样东西 所以这个各式各样 放在东西的前面 这句话读起来 才会比较顺一点 我们再看第八句 第八句 夜深人静 想起今天 一连串发生的事情 我怎么也睡不着 好像这一句 读起来 没什么问题 刚开始我也看 觉得这句问题 这句话 还好吧 然后再仔细再读 夜深人静 想起今天 我们通常是怎么说呢 今天发生了一连串事情 通常我们正常的 与前后的顺序是怎么样的 想起今天发生的一连串事情 这个一连串 是指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一连串 跟发生的位置 也就是给它对调过来 读起来会比较顺 想起今天发生的一连串事情 我怎么也睡不着 所以这个一连串事 修是这个事情的 应该放在事情的前面 这个是第八句 第九句 他把我们几个团的 负责干部叫到一起 他把我们几个团 那这句话意思就变成说 好几个团的 按照他原话 就是说他把我们几个团的负责干部都交到一起 但是实际上他表达的并不是几个团 应该是怎么样 他把我们团的几个负责干部交到一起 就是团的几个负责干部交到一起 都是这个同一个团的 但是有好几个负责干部 也就是说把几个跟团的位置对调一下 就是他把我们团的几个负责干部交到一起 这个才是正确的一个语序 就是说把我们团的几个 把我们团的几个负责干部交到一起 这样才是符合我们正常的这个表达方式 所以这里呢 就是把几个和团的这个位置给他对调一下 意思才会比较精准一点 不然会会产生另外一种意涵 就变成好几个团的干部了 我们再看第十句 我国石油的生产 基本供应国内 基本供应国内 我国石油的生产 如果把石油的给去掉哈 就是修饰雨给它去掉 我国我国生产 基本供应国内 这个话也读不通 但是如果我们把我国生产的石油 换过来就是我国生产的石油 我国生产的石油 基本供应国内 这样读起来会更顺一点 就是说生产的石油 而不是石油的生产 这边就是说 把生产的放在石油的前面 那这句话才更完整 我国生产的石油 基本供应国内 第十一句呢 雪碧 可乐 矿泉水等饮料 是家家户户 深受欢迎的 下令饮品 这句话应该 大家会比较熟悉一点 这个家家户户通常是放在哪里呢 是 是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是深受 是深受 家家户户欢迎的 应该是深受 家家户户欢迎的下令饮品 深受跟家家户户 对调一下位置 这句话读起来才更顺一点 整个 改完之后呢 就是说雪碧 可乐 矿泉水 等饮料呢 是深受 家家户户欢迎的 下令饮品 这样句子读起来才 很顺 你再看最后一句 考试 考试开始后 大约过了半小时 就有人陆续交卷了 就有人陆续交卷了 这个刚开始读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但是 如果再仔细仔细反复读一下 我们看最后一句 就有人陆续交卷了 如果我们把陆续换个位置 就陆续有人交卷了 就陆续有人交卷了 会更顺一点 就是考考试开始后 大约过了半小时 就陆续有人交卷了 会读起来更顺一点 这也是正确的答案 是这样修改的 陆续放在有人前面 以上的这些例子是有 我们在写的时候 有时候有一些地方 可能是很难察觉到的点 有时候自己可能会 也会这样写 所以呢 借助这些例子 就是以后自己在写 或看别人的 别人的句子的时候 就更加留意这些 词放的位置 有没有恰当反复读 读慢慢的培养 慢慢的培养我们的语感 那有关例子的部分呢 那我们就是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对陆续就有人 就是这样子 好我们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 一个内容 就是上一次我们 学的这个 好上次那一本书呢 还剩下最后三个小节 最后三个小节 第一个呢 第一个内容就是说 这边是六点十的部分 我用单页 六点十的部分是在说 欧化语法的负面影响 什么叫欧化语法的负面影响 也就是说中文跟英文 我们在表达上会有一些 会有一些差异 通常英文的 英文外来配合语法 他会写背什么背什么 他会分被动句 对不对 但是中文通常有一些 不需要直接表达出来 背什么背什么 但是如果我们 如果把我们正常表达的 中文的一些表达方式 把它也写成背什么背什么 这样呢 也会不太恰当 这里面就是在讲这个 就是说受到英文语法的一些影响 我们不小心给他用到中文来了 比如说 就是说欧化语法 对白话中文的影响呢 有一些学者 他写了一些这方面的书 有谈了这个问题 中外语言 就是中文也好 英文也好 这个他们之间的融会交流 其实是一件好事情 但是不能说完全套用 不能百分之百绝对套用 不能把英文或中文 直接套用 就是一些规则不能直接套用 就是 这个 这本书他的 他读了 这个研究者 他读了很多 英文的论文 也或者是 英翻中的论文 所以在学术写作的时候呢 会难免受到这些英文 就是或其他 其他语言的 语法的一些影响 负面的影响 导致了在写中文的句子的时候 也会出现一些 一些英文习惯用的一些 一些手法 所以我们在写中文的时候 有一些句子是不适合用 用西方的那个直接翻过来的 读起来会怎么样子 会觉得不顺口 这样读起来会不顺口 但是现代的汉语 因为 如果大家有 读很多英文的一些 论文的话呢 就会受到影响了 那这样子的 就会出现这些问题 就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看 下面有几个例子 到底是有什么影响啊 这样讲 还是很难理解 以下呢 就是说 西方 英文呢 英文它可以这样说 就是说 这个现象 最近 被注意到 这个现象 最近被注意到 几篇研究 随之出现 如果用英文 可以这样说 被 什么什么 被注意到 但是如果把它 这样子写成中文的话 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 中文通常很少 把直接 把什么被 这个给它写出来 英文是 要很明显的表达出来 应该 写中文的时候 应该要怎么表达呢 学界 最近 最近 注意到 这个现象 最近 注意到 这个现象 几篇研究 随之出现 也就是说 这个现象 最近被注意到 英文 一定会是用这种 有被动的 这个文法 在里面 但是 给它写成中文呢 就不要 把这个被子 给它写出来 换 换成中文 应该怎么说呢 学界 最近 注意到 这个现象 几篇研究 随之出现 这里就不存在 什么被 当然 它有被的 意涵在里面 但是在中文 表达的时候 通常 不会把这个被子 长长的 给它写出来 就是 这个是受到 英文 或者是其他 欧化语系 它的一些影响 所以就会 写中文的时候 也把这个被子 写出来了 这是第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呢 也是跟被有关的 二行程机车 二行程机车呢 由于马力 输出大 价格便宜 等优点 所以被 大量的生产 使用 在英文表达上 如果说 直接把英文 翻译成中文 那可能这个被子 会被翻译出来 对不对 被生产嘛 但是我们通常 用中文表达的时候 不会说被生产 不会讲被生产 而是怎么说呢 二行程机车 由于马力输出大 价格便宜等优点 所以大量生产 大量的生产使用 这样表达就可以了 不需要被大量的生产使用 把这个被子去掉 把这个被子去掉就可以了 我们中文表达的时候 不需要把这个被子 加上去 这个就是 这一节 我们学的这一节里面 它 它强调的就是说 我们在讲中文的时候 不要 常常把被子给它写出来 虽然有被的这个意涵在里面 但是不需要像英文那样子 那么明显的给它写出来 主要是在讲这个 这是第二个例子 第三个例子 同样还是在讲被 被这个 这个被动句 原话是说 样本被放置在显微镜下观察 样本被放置在显微镜下观察 它这个其实也不是什么语病 只是说一些习惯用法 中文跟英文 它习惯用法 英文它要把被子强调出来 但是我们中文不需要 就是我直接就说 我们把样本放在显微镜下观察 这样就好了 或者是说 样本放置在显微镜下观察 样本放置在显微镜下观察就可以了 不需要把被子给它写出来 这是第三个例子 第四个例子呢 还是一样的 再讲这个被子 全 全服有机物被广泛应用在工商业产品上 已经半世纪之久了 已经半世纪之久了 这个有被 被广泛 可以把这个被子去掉 简略一点就说 全服有机物 广泛应用在工商业产品上 逗号 这个话 一句话太长了 应该给它分成 要加个逗号 不要一气呵成 现在这句话太 太长了 就是 在上只后面加个逗点 已经半世纪之久了 那这句话才符合我们中文的一些 嗯 一些习惯的表达 就是把这个被子去掉 还有在这个 这句话太长了 我们中间加一个逗点 这是修改之后的 还有呢 还有一些英文的习惯用法 比如说 这边还有另外再举了两个不同的例子 英文可能会 会用到一些什么 前驱物一词 前驱物一词 适用于 但不限于 在生态评估中确认的50种物质 这边呢 这个读起来是有点不太顺 他 他也是在 用了英文的一些惯用手法 英文的表达方式 他可能会有这样子 用于什么什么 但不限于什么什么 这个读起来就没有那么简洁明了 这个也是要避免这样的一个用法 避免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 半导体适用的遮光膜 在某些特定情况下 可以使用干式 自成 产生 而所有的薄膜 电晶体 遮光膜都是使用丝式 自成 因为尺寸很大的关系 他把这个英文放在最后面了 这个都属于英文的一些 习惯的表达 表达方式 因为英文通常是 会把英文 放在最后面 但是如果用在中文的话 尽量是建议把英文放在前面 所以下面这个解析就是说 英文呢 会习惯用于什么什么 但不限于什么什么 还有一个 英文放在后面 这些都属于一些英文的一些 欧化语的表达方式 如果把中文也是用这个方式来表达的话 那读起来就会觉得 很难理解 很费解 读起来不够轻松 所以这些以上的这些都是尽量避免 避免用到这些表达 读起来很 很不太顺 所以是这一篇 这个这一节里面在强调的一个重点 就是英文和中文 它的构句 有很大的不同 特别是在文法上 那写作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问自己 这是中文吗 就是我们表达的 就是用习惯用中文的表达方式 或者是 我们去 多看看别人写的一些 很流利文笔 很流畅的一些中文的文章 可以从中帮我们找到自己的一些中文的语感 这个怎么样来判断 主要是从语感上来判断的 就是语感怎么来 就是多读 多读 从别人的文字当中培养自己的语感 这是这一节 跟我们 要这一节呢 内容就是要强调的就是中文跟英文 它的与表达方式上还是有些差异 不能给它完全是通用 不能完全就是给它通用起来 那第二点就是六十六点十一 这一点就是在说 不适当的白文夹杂 这个一句话 这一句话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写文章 通常为了 让我们文章看起来更书面 与看起来 文字表达的更高雅一点 我们会可能 会用一些文言文 比如说 字啊 什么 语啊 什么这些之类的 稍微白话 稍微文言的一些词 一些字 但是是不是用 用的越多越好呢 也不是 就是说用的很恰到 恰到好处才可以 这边呢 就是如果用太多了 什么字 什么字 用太多了 那读起来会觉得很奇怪 用的太泛滥了 那会显得 这篇文章显得拖泥带水 这一节呢 就是在强调这一个重点 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子 下面我标的颜色的 就是说 看是不是多余的 或者是要保留的 哪个部分 这个例子就是说 若以机械论之观点切入 这边你看我们第一次 已经出现了 以什么什么之观点切入 这个第一句读起来还好 觉得没有什么不妥的 沟通的定义 为传颂者 经由特定管道 传颂讯息给接收者 称之 给接收者称之 我读到这里觉得 这个称之好像是多余的 不需要这个称之 也不影响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一段话 不需要有太多的之啊 太多的之 这样反而显得这个文章 很奇怪 这边呢 因为它是没有正确答案的 就是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把这个称之给它删掉 给它删掉 而依其 而依其定义之描述 可推敲出 可推敲之 出 那这个称呢 其实也是多余的 而依其定义描述 直接就定义描述就可以了 不需要定义之描述 就是一段话 就是一段话 我们知出现的频率 尽量就是两到三个 就差不多了 尽量不要超过三次 一段话 而依其定义描述 可推敲出 若特定管道中 某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则会造成沟通上的障碍 而对于心理层面而言呢 若以心理论之观点切入 这个是可以保留 这个跟前面是对应的 若以心理论之观点切入 这个可以保留 其沟通之定义 那这个字可以 就是是多余的 其沟通定义 其沟通定义为两个人 既由互动表达 彼此间对 相互刺激的认知 那这个字呢 是可以去掉的 沟通之定义可以去掉 是因为这一段话 出现了字的频率太高了 一二三四五 有五次 有五次这个字字出现了 那我们就给它删掉 三个地方 就是能精简一点 就是把这中间的 打黄色的这个字都给去掉 我们保留两个就好了 保留两个 所以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 并不是说 知什么知 忽辙也越多越好 也不是 用得适当就可以了 通常我自己的习惯就是 不要超过三个 一段话什么知 不要超过三个 特别是同一句话 同一句话 指的是就是在 一句话里面呢 通常就是最多用两个就好了 一句话 同一句话里面最多用两个 一到两个 是这样子 这是我自己的习惯用法 所以以后我们在写的时候 尽量的就是要 看看 诶这个字字 是不是用的恰到好处 就是要要注意一下这个细节就好了 除了字以外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词 比如说 以呀什么什么 这些 这些词都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同样一个词 不管是哪一个词 在同一个句子 特别是同一段话里面 尽量不要重复 如果非必要 就是换一种说法 就是说 如果 有相同的意思 会有重复的意思出现 我们可以换一个词来表达 尽量不要重复 用同一个词 这是我们一般在写的时候 掌握的一个规律 是这样子的 这一小节呢 就是在 强调这个 那最后一个点 就是说 标点符号使用不当 也是我们在写的时候 写文章的时候 常常容易忽略的一个细节部分 而且这个就认为 大家已经觉得很熟悉了 很熟悉了 就容易察觉不到 他哪里出错 特别是哪个地方 要逗点的时候 哪个时候要给他这一句话 讲完了 又画个句号 或者是要逗点 这个部分 也是要很留意的地方 要避免什么呢 一逗到底 这什么意思 就是整句话 全部是逗点 太长了 读起来呢 就没有停 读起来没有停一些 那整个内容看起来就很乱 太长了 让人会觉得 读不下去的那种感觉 所以呢 什么时候要 这句话 这个一个完整的意思表达 完整了 那我们就可以给他 画一个句号 下面有一个例子 下面这个例子 我觉得蛮好的 这边是一个化学物质 就是说 丸基 本分 聚义 氧 基醇 类 就是这一类的化学品呢 使用后 使用后 还放到 河水中 他的 他这个前面的这个句子 是有 有问题的句子 那这句话会很 太长了 我们读起来会觉得 觉得有点不顺 就是这一类的化学物质呢 排放到 河水中 我们通常 读到这里 是不是就要换一口气了 正常来说 对不对 这个时候就应该怎么样 要加个痘点 是不是 那这个 虽然这句话还没有讲完 但是这个时候 这个 应该要加个痘点 就是要歇一下 停顿一下了 排放到河水中以后 怎么样呢 金 生 物 降解 经生物降解后 其中有90% 会形成 人 基本分 会形成另外一种化学物质了 那这句话 是不是一直已经表达完完整了 前面就是这一句 其实到第一句这个部分 其实他的 整个句的意思已经 结束了 表达完整了 这个时候应该是怎么 应该画上句号才对 对不对 如果说我们这里没有画上句号 直接往后讲 那这一段就会显得太长了 信息量太多了 读起来会很吃力 所以这个时候第一句到这个为止 这一句其实他的意思已经 结束了 完整了 这一件事情已经讲完了 这个应该改成句号才对 那这边呢 就是说 前面这一类化学物质排放到河水中 逗号 经生物降解 经生物降解 我们再给它画细一点 再加个逗号 你再看下面 你看 经生物降解 逗号 其中有90%会形成另外一种 叫什么 叫人积本分的这一类化学物质了 所以经过修改之后呢 加了两个逗点 然后把这句话 加上一个句号 那这句读起来会比较轻松 比较轻松 语义会比较 这个告一个段落 这个整句的意思就 第一个意思就完整了 那就是 第二句是在讲 接着上面 在讲另外一件事情 也是承接上面 但是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所以这边是另外一句 人积本分是一种环境荷尔蒙 是一种环境荷尔蒙 其结构与女性 子基数相似 当生物吸收过量时 会干扰其生殖系统 会造成子性化的现象 这个呢 第二句话就是 是在表达另外一层意涵 所以跟第一句话要分开 它不能说作为 一句话来讲 这一段应该是分成两句 那上面这个历史 是在说明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一句话 就是排放到河水中 后面多加一个逗号 让这个句界分明 事理的逻辑更加清楚 它的用 它的用意就是 让这个事理逻辑 显得更加清楚 这是第一种 它为什么要加逗号的 它的目的是这样子 然后就是说 第一句和第二句 它明显 是可以分成两个 两个不同的话题 所以呢 这中间一定要加个句号 而且这两个话题 改成句号之后呢 两者之间 第一句 跟第二句之间 它是有一点点关系 但是可以作为两个独立的分句 没有 互相没有干扰 所以 这是修改之后的 会更 会 更适当 下面就是 它是这样分析的 嗯 我们再看下面一个例子 也是 这个呢 这个例子稍微有点长 我弄双页 看的会比较 清楚一点 好 是小了一点点 目前呢 就是我们看这边 目前较常采取的 适用方法如下 但是它这个方法如下 下面的内容显得 就是 很长 就是整个一句话 把这个方法一口气讲完了 读起来会很 很吃力 但是我们修改之后呢 就说 就表达的更明确的 就是说 有三种方法 第一是什么 第二是什么 第三是什么 这样看起来一目了然 读起来也不会那么吃力 它这里面主要是在 就是说 我们在 说什么方法的时候 最好是把它 按序号 给它 一二三三种方法 第一第二第三 这是在说明这个 这个要注意的点 第二个就是说 它在说第一个方法的时候 我们其实 内容 可以不用去理解 就是说 它 它是说 第一句讲完了以后 第一个方法讲完了以后 它用个顿点了 第二种方法讲完了以后 它又用一个顿号了 这是第二个方法 其实这个 就是说 第一个方法 跟第二个方法之间 不是用顿号 而是用句号 就是说三种方法 要给它独立成为 一个单独的句子 都画上句号 这一段历史 主要是在讲什么 就是我们在说 什么 有几种方法的时候呢 通常就是 最好是把它列出来 第一种 第二种 第三种 那第一种 跟第二种之间 不是用顿号 因为前面错误的这个 例子呢 就是用顿号 给它间隔 这样不对 我们在用顿号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用顿号呢 同一个系列的 就是这些 同一系列 同一句话里面 就是 给它有相同的 词的时候 才会用顿号 那这个三种方法之间 不可以用顿号 这边呢 就是在强调这个问题 这边 除了以上所说的 就是说 我们在写几种方法呢 尽量用序列号 给它标出来 会看得更直接 更明了 而且每一个方法之间 是用句号 不是用顿号 就是在讲这个 除了以上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在写的时候 用电脑打的时候呢 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 错误的标点符号 比如说呢 我们在打中文的 引号的时候呢 可能习惯性的就打成 以前我们写简体字的 那一种引号了 英文当中也会用这种引号 所以我们在写繁体的 那个论文的时候 尽量就是要注意这个 我们在用引号的时候 要注意是用前面的这一种 不要用后面这一种 还有一种容易出错的 就是说 全形跟半形 中文的全形是这样子的 我们可以看比对一下 中文的打全形的括号 是长这样 但是英文 英文的是什么呢 英文就是更小一点了 所以我们在输的时候呢 要很注意那个输入法 是全形还是半形 我们中文打括号 是用全形的 所以有时候不小心 没有注意这个细节 会打成半形的了 另外还有一个细节 注意的标点符号 容易出错的 就是书名号跟片名号 书名号我们是用双 就是这样双线的 片名号是用单的 单线 我们在写的时候 有可能也会不小心 容易打成什么 打成这种引号了 打成这种 后面的这种引号 所以这边都是在说 我们在使用标点符号的时候 会容易出错的一些 一些举例说明 当然除了以上所说的 这些标点符号 容易出错的之外呢 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标点符号 所以我们自己要多留意一下 以上呢就是 以上内容就是在说 我们在写论文的时候 容易出现的一些 一些小问题 所以我们自己多多留意 好有关这个部分呢 这本书就是刚好学到这里 就完整了 这本书就学完了 因为内容是有点多 内容量很多 下次呢 我们就是学另外一本书 另外一本书 今天已经超时了 好 不好意思 那我们今天呢 就先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耐心陪伴 和谦卑包容接受 好 好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我就先放卖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